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 是甲跟乙兩種固質的溶解度與溫度的關係圖 小明依據此資料進行溶解度實驗 在各裝有10克水的X杯跟Y杯的兩杯中 分別加入甲跟乙兩種固質 甲加12克 乙的話加5克 過程中水未蒸發減少 也就是說水沒有蒸發 且容易的溫度維持在這個溫度是等於40度C 40度C的話就看這裡 40度C的時候 乙的溶解度大概是50級 大概就是說 這個是每100克 這個是溶解度 這個是溶解度 我忘了寫溶解度 Y軸是溶解度 單位的話 單位的話是每100克的水的話可以溶解幾克 這100克的水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一條線的話 這一條線的話 這個乙的話大概是 大概每100克溶解 那個50幾克 那也就是說10克 它大概是可以溶解5點幾克 這個是乙的 甲的話可以溶解100多克 100克的水可以溶解100多克 100克的水可以溶解100多克 也就是說代表這個甲 那個 這個的話 10克的水可以溶解10克 這個大概是10點多 大概是11克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兩杯的話 這個甲的話 你12克下去 12克下去的話 超過了11克 所以它會有一些沉澱 不會完全溶解 那這個乙的話 它的話只有5克 但是10克的水它可以溶解5點多克 所以這個可以完全溶解 這個會有沉澱 這個沒有辦法完全溶解 這個可以完全溶解 所以它說兩邊都有沉澱 不是啊 是甲有沉澱 你沒有 所以是x杯有沉澱 y杯沒有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係